欢迎收看JokerC Channel 今天我就会带大家游玩Langkawi三天两夜 然后带大家去Bajai Langkawi Resort 还有就是Lady Langkawi 就是这里啦 然后今晚我应该会在这里摊菜盖啦 早安 现在是差不多五点半了 然后我刚刚到KIA Bye Yay 所以终于进到房间里面了 今天这个就是我会睡的房间啦 然后今天是一个sharing room 所以我会跟一个朋友一起睡觉 然后现在满身大汗的我叻 最后是冲凉 然后准备去下一个IDV 然后现在 Q 2 intro Yay 我们准备好啦 And this is Caution unique Yay Yay TA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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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我们到达了 Dlangawi Lelya 我们在一起吃饭了 Cristina 所以大家一起吃 Let's get a rest 所以今天是我在 Vegina Resort 最後一天 開始感覺有點不捨得 因為明天就要回去 現實做工 不過 總結來說 這三天真的是蠻好玩的 一個旅程 剛開始我來Langkawi的時候 我的期望是沒有那麼高的 可是一我來到Vegina Resort 這裡的時候 真的真的真的讓我 整個人對Langkawi的感覺是 提升了一百倍 因為 一看到這裡的沙灘 一看到這裡的海水 這裡海水是藍色的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我 終於坐上了 Yacht 這一個旅程 讓我坐上了最緊最緊的 Langkawi Lady Yacht 因為坐Yacht一直以來都是我 最想要最想要做的東西 所以在今年2019年 我的1st rocket list 被我 所以 如果你們想要 一個不一樣的 Langkawi trip的話 你們可以 來試一試 住在這裡 Vegina Langkawi Resort 因為 它的resort真的是 很豪華 真的是很美 這個地方 是一個讓你想要 逃離現實生活 然後在這裡 RELAX的 一個地方 所以 話不多說 我們就 下個影片 再見 希望你們喜歡我 這一次的Travel Log 因為我這一次的Travel Log 的Sound 有點 不一樣了 因為想嘗試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想 跟你們有更多的互動 還有 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是徐彥瑟 Bye daddy 前一位 是 人